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生则一叶 一叶钻一生 在新疆这片沃土 他们用指尖上的造诣 塑造世间百态 几缕丝县 创造出千变万化的五彩世界 一捧泥土 拨开时光中尘封的印记 小小面团定格了新疆的民族风情 不负每一份坚守 千年的记忆 在翘首戏镯中回归经验 尽显当代之美 新疆有着悠久而灿烂的面食文化 其中拌面 馕 烤包子等等 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 有面食的地方 就一定有面素手艺人的身影 当面粉被赋予色彩 通过揉 捏 压 搓 加上小刀的灵活处理 便塑造成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 怀勇 乌鲁木齐式面素手艺人 他最擅长塑造细腻逼针的人物造型 面素其实来源于民间 所以说它非常的自由 面团我们可以捏出很多很多的样式 简单的也能做 复杂的也能做 十二木塔姆 取材于维吾尔族文化中的一种 即诗歌 音乐 舞蹈 于一体的表演艺术 二十三位维吾尔族表演者 持着传统乐器 吹拉弹唱 他们的形体 神态 迥然不同 却似乎都在忘我的陶醉中 这件组合面素 是怀勇的师父 纳鼎浩的杰作 也是怀勇 成为面素首艺人的开始 有一次就跟纳老师 到她的工作室来去参观 看到那个十二木塔姆 一下子被那种震撼到了 非常的好看 特别喜欢 就是感觉到她的那个作品呢 都能够听到 他们在弹奏的那个音乐 师父的面素杰作 深深地影响着怀勇 他也一直在探寻 新疆多民族文化题材的面素创作 打板城的广场上 矗立着一座两人骑马的雕塑 这是哈萨克族传统中研习的一种马上运动 名叫姑娘追 这个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哈萨克族少女 然后她在到了年龄以后呢 她会骑着她的马 然后挥着鞭子 然后去追赶前面的这个男生 要是抽到这个男生的身上的话 这个男生就会成为她的一个终身伴对 骑马的姑娘 追赶心仪的情郎 进行哈萨克族文化中 对待爱情的浪漫与热烈 怀勇决定 以姑娘追为题材 做一件面素作品 面素最重要的材料是面粉 要选择面质最好 最为筋道的 和面 在面粉中倒入一定比例的糯米粉 盐 甘油等材料 把盐放进去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倒甘油 把甘油倒进去以后 一定要它搓 搓得这个非常的均匀 把它和出的这个小面团来 我们把它多揉一会儿 要把这个面呢 这个里面的甘油呀 糯米粉 面粉 充分地揉合到一起 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里面要饧 饧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装袋了 装袋把它可以放到蒸笼上去蒸 把这个面蒸好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面团调调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面素的颜色一般是用水粉颜料调配出来 红 白 黑 肉 是作品所需要的四种主色 我们做那个姑娘锥呢 那个马呢是白马 白马呢是像这个纯洁嘛 然后白马的看上去很飘逸 所以说我们今天做一个白色的马 然后我们哈萨克族呢 喜欢穿一个红色的马甲 所以说我们需要红色 还有这个白色 一般的面素造型通常高度在20厘米以下 不需要任何的支撑物 怀勇想要以更加挺拔的造型 塑造出少女骑马的风姿 设计的高度力所能及地控制到30厘米左右 这整整大一号的面素造型 则需要一副铁架来做支撑 这个面素呢 其实它那个 如果做太大的话 它强度不够 它就很容易坏 很容易断裂 那我们现在就用铁丝 窝了一个这样的人物的这样架子 哈萨克族少女骑马的那个姿势 骑马的姿势 我们首先呢 一个手呢 要把它抬起来 虽然是用铁丝 搭出大致轮廓即可 但动作特征和局部比例也要到位 马的宽度 马的厚度 还有马的这个高度 一定要按比例去走 马的姿势 它的那个腿的怎么去扳曲的 这点一定要做好 这马的高度太高了 然后又很宽 要是用纯面做的话呢 可能强度不够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架子搭上 还是这个用黏土给它填充 架子搭好后 再用一种比面粉更轻 更实惠的超级黏土 进行内部填充 塑造出造型曲线 马的这个胸脱特别大 然后肚皮呢 也是要鼓起来 我们把这块地方 要做得宽一点 马的这个大形脏 基本上就出来了 一捏一擀 面部线条立线 开脸是做人物面素的关键 它直接决定了 一个面素成品的好坏 开脸是最显示 这个艺人的这个功力了 开脸呢 一定要注意它的比例关系 就是我们这个 压这个眼窝的时候呢 像我们的就是三分之一 往下这样一个位置 给它压一个眼窝 压一下我这个眼睛的位置 就有了 脸部细节的刻画 将叫三挺五眼 比例恰当 开脸中 最难的是眼睛的处理 对于初学者来说 眼睛的形状 尤其不好把握 开眼呢 这个也是 你看像我们把这个地方 压四个小窝 深眼窝 黑眼线 一番雕琢后 哈萨克族少女俊俏的脸庞 历时唯妙唯笑 其实手是人的第二张脸 就是我们手呢 它要把它细节的地方做到 然后它的那个 包括它的这个掌纹呀 它的这个手指头的关节呀 我们都能够把它做到 红色是哈萨克族尊崇的颜色 怀勇给人物设计了一件红色砍尖 就我在做砍尖 然后呢 砍尖呢 把它这个用纸片啊 给它打个样 打个样以后 我们把它采出来 这样传得比较合身一点 将面团擀成 接近透明的薄片 裁剪晾杆 上身时 轻轻一粘 粘的时候不要粘死 粘太死 然后 用铝的技巧 轻轻给衣服 打一点褶皱 体现衣服的流畅感 马的塑造和人物塑造一样 开马脸时 也要格外注重神态与细节 金江的马呢 它这个地方 它这点是比较短的 这个地方呢 是就是这块地方呢 是它是比较宽的 然后马一定是双眼皮 而且带一点三角 它看上去更形象一些 好 我们先把它拖穿上 用擀的手法啊 你看我们可以把它擀成一个平面 把它就这个做出来以后呢 这个马它的那个力量感就出来了 拥有饱满紧致的肌肉线条 才能让人感受到 骏马奔腾的力量之美 小小的面团 在匠人一步步的精心雕琢下 不仅有了行 更有了神 美丽的哈萨克族少女 纵马踏风 萨爽地挥舞着马鞭 勇敢地向爱情奔赴 今天呢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些基本手法 今天作为飞移进校园的一项活动 面素技艺受到少年儿童的普遍青睐 成为教室里气氛最活跃的热门课 我们现在这个合作的学校 现在是有六所学校 一年的话至少有六七百个孩子 在系统地学习这个面素 它对孩子的这个专注力 对孩子的这个想象力 对孩子的动手能力 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培养 面素呢是一个精巧的艺术 怀勇万分期待 面素技艺能够一代代地接力传承 这项古老质朴的指尖技艺 在美丽辽阔的新疆 将延续风情万种 兼容并续的奇特魅力 步入更宽阔的艺术殿堂 在新疆丰富多彩的 民俗手工艺品长廊中 有一种大大小小的圆球 一颗颗的图案各异 色彩斑斓 这些彩色圆球颇有来头 起源于中国古代 一项特有的竞技运动 促居 战国时期就有了 那它是用皮革缝制形成的 里面呢就会有一些毛呀 这个作为天成物 但是呢 它那个时候是六片的这个皮革 来完成的一个促居 现在我拿的这个已经到了汉朝了 是用八片制作的 到了宋朝呢 就是十二片就更完整了 促居运动 在唐宋时期广泛流传于民间 至清代中叶逐渐走向衰落 但这项古老的竞技运动 在民间留下了制作居球的手工技艺 也有着独特的研习演技 促居随着丝绸之路传入新疆 演变成了少数民族传统的积居运动 他们的居球最特别之处 是以彩线绣图 图案精美 绣质精细 顾名彩居 邹永平 乌鲁木齐士彩居制作技艺首艺人 因为年轻时从事过文旅工作 他一直琢磨着 如何将传统的彩居 融于家乡的人文风情 好让更多人喜欢上彩居 我生活在新疆的北疆 小的时候春天了 牛羊就转场到了春木场 然后夏天牛羊到了夏木场 秋天又到了秋木场 冬天牛羊又回到常住的 这样一个冬牧场 当我长大的时候 想留住那种 我记忆里头的那种 游牧的那种文化 所以我当时就想 创造了这个天山木科 围绕童年记忆中 四季转场的游牧生活 邹永平以春夏秋冬为主题 构思了春枝杏花 夏枝玫瑰 秋枝菊花 冬枝雪花 四种设计 新疆人特别喜欢花 那不仅女孩子取名 是孤立 是画各种花朵的意思呢 还有就是 他们生活当中 在刺绣上也会用很多 花朵的这种图案 采菊内部的田冲 通常采用新疆的棉花 但是这一次 邹永平专程采买了 一样特别的东西 干花瓣 他希望从采菊上 不仅能看到四季的美 还能闻到四季的香 许多人曾在春天游历新疆 从此难忘一场 杏花之旅 为了制作春枝杏花 主题的采菊 邹永平拖废心思 从设计图案开始 就推翻了树稿 那在这个文室的 这个设计当中呢 我们是考虑到了 杏花呢 它是白色和粉色 这样一个渐变的颜色 所以我们就选用了 粉白过度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绣制 那在这个花形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杏花呢 它都是对称的 这种图案 所以我们又考虑了 用这种集合的这种灵角 来代表它的花瓣 采菊图案讲究对称性 要用最简单的线条 和最佳的配色 来表达主题 在制作采菊的时候 它的线呢 有一部分的线呢 是用植物染的形式呈现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苏木 像一些红色 粉色的颜色 这个就是新疆特有的石榴皮 这个是枝子 主要是呈现一些黄色的这个线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 绣制采菊 常用的这个线 我们现在呢 我们先把这个线的浆去一下 如果棉线上的浆不去掉的话 染色的过程中 它没有办法全面地吸收染料的色素 脆于自然 染于织物 采菊的一部分线采用植物染色 经过煮 染 洗 晾 晒 提炼出自然鲜活的色彩 古老的植物染色记忆 即将与一只小小的球体 交融邂逅 制作采菊第一步 缠绕速球 把干花瓣包裹在棉花之中 先用粗线缠绕 打实球形 再用细线缠绕 紧致球面 先后两道工序 凭手感缠绕出标准的球形 缠绕速球呢 就是左手的力度要均匀 右手的线呢 一定要缠得这个越乱越好 越错综复杂越好 五彩丝线在指尖翻飞 用绣花针轻戳一下 如果看不到球内的棉花 说明一个圆润的标准速球完成了 这套看似信手拈来的手法 实际耗费了邹永平八年的功力 就是最初呢 也是一样把这个球缠得不好看 不远 其实当时还是挺有压力的 当然这个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吧 慢慢地克服 采菊上的缤纷图案 犹如万花筒一般变化多端 有着明快的节奏 这种精密的几何设计过程叫做分球 根据花形不同 要把球面切分成各式的几何块状 这个设计过程中要定位几百个 甚至上千个几何点 我用这张卡纸把它的半径定位出来 就等于它作为一个参考 它一圈都在这个球体的半径上 所以它的这个宽度一直不变 在这个 那我用另外一张纸呢 把它分成了十份 然后把这个球就平均分成了十份 与地球的精纬度标示类似 分球时 先用卡纸找准球体的两极 再用几何规律 在赤道上均匀地等分出十个定位点 然后把精线勾勒出来 人们赞誉 采菊技艺是指尖上的几何美学 锈是采菊制作的最后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在入针的时候 一定要深 然后不要太宽 然后在锈制的时候 要把每一个线 及时地把它整理平整 锈制时 注意颜色的变化过度要自然 先锈深色 由深入浅 粉绿交替 尤其针法上 出入针要定位精准 时刻保持线的平整度 长线在球体上来回游走 稍易不慎 要全部拆线重来 这对匠人的专注力 是极大的考验 一个是会打结 特别容易打结 另外一个就是都很相似 都是对称的 在精准度 包括它的花形的对称 因为它在这个球体上变化不大 但是只有锈出来以后 才能感觉到它的这个花形 但因为所有都是一模一样的金线 针一出错 一走错 整个都要采 就采菊的这个专注力 要求非常非常高 采菊的绣法有很多种 这次表现主题春枝杏花 运用了采菊最常见的对称绣法 全部用长线穿梭在球体之间 上下左右呈现立体对称的效果 这也是区别于平面绣的采菊独有的绣法 为了表现杏花的立体感 最后的花蕊部分 采用了打紫绣的手法 当一朵朵小花蕊 陆续点缀在采菊之上 仿佛春天万物复苏的气息 扑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觉得你能够用什么 好处的感觉 你能够用什么 你能够用什么 要够用什么 你能够用什么 你就能够用什么 要够用什么 你能够用什么 你能够用什么 你说说明镜与点铭 就是这样的完美 其实它的内部真的是 这各种的穿插 我觉得 我其实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它像人生一样 十年与采居为伴的邹永平 对人生的感悟与采居记忆不谋而合 在那里是千丝万缕的交织 经由万般的细袖勾勒 才有了这外在的圆润与色彩 古老的采居记忆 在新疆犹如一只奇葩 不仅展现了新奇的创造力 也被赋予了有趣的内涵 造型独特的新疆胡杨 勤劳朴实的打囊老人 自然粗广的古老民居 在新疆泥塑匠人的手中 一捧捧毫不起眼的泥土 经过柔捏塑形 被赋予了岁月的记忆 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学家 梁思生先生说过 说人类知识雕塑为先 最早的原始人类 就是学会了编织竹框 去取水 然后再把它护上泥巴 然后在火上烧 就烧出了最早的陶罐 其实最早的陶罐 就是泥塑 所以说泥塑其实就是我们人类 早期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本能 和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后代 王忠民从小生活在大漠戈壁 家乡的红土是儿时最深刻的记忆 其实我有幸生在新疆 对新疆的这种生活 是从小到大 有这种割舍不掉的感受 所以从小就在田野里 在隔壁滩上去取红土 经过水浸泡或者泥巴 就做各种玩具 所以我们最早的玩具就是泥塑 从泥塑开始开始这样子 同年时 王忠民与泥土为伴 长大后 他遍访家乡的故城古迹 用泥塑记忆 重现着这片土地的历史风貌 王忠民最擅长表现少数民族的古民居生活 他的泥塑去凡为减 但又一气呵成包罗万象 仿佛自然古朴的生活气息 跃然眼前 这一次为了寻找新的创作灵感 他专程来到新疆现存的 最古老的维吾尔族村落 土域沟民居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土博物馆 它依附于自然 而且和自然结合得非常非常完美 土域沟民居 土域沟民居是当地人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 用天然的黄年土 气 磊 蛙 拱 等多种形式建成 远远望去 高低错落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王忠民在这里流连望返 追溯着古村落 静谧淳朴的生活 心中构思着一个新的题材作品 家园 我们有时候经常想 土域沟教会了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什么 家园呢 其实就是精神的家园 对于泥塑技艺来说 获取怎样的土壤 直接影响着作品的最终呈现 为了能烧制出 他心中家园的颜色 王忠民驱车二百多千米 来到土路翻盆地北部 火焰山地区 那这个土呢 它就 风化的不是特好 这块 这两块 你看有火山岩的这种感觉 这种土呢 就是火焰山地区特有的 叶岩风化土 所以这种土呢 就是颗粒 失踪 而且粘性也好 一千二百度烧出来的颜色 赤红色的颜色 取回来的泥土 经过筛选 发酵 就可以开始活泥了 活泥 讲究 揉 捏 拉 搓 通过匠人手感 与力度的把握 使泥团达到最适合的柔韧度 过程中 还要加一点特别的配料 沙漠戈壁的沙子 一千二百度高温烧出来以后 它有一种独特的金黄色 就是这种金色 它整个色调就是比较好 与一般的泥塑内部构造不同 王忠民不用任何的铁丝 或木构做支撑 而是偏好用泥土做文章 为此 他多年研究 独创了一个构造泥塑内空间的方法 九宫阁营造法 这一步就是九宫阁营造法的擀泥皮 我们把泥皮先擀好 这一步就是保持泥皮的厚度 它的厚度一定要一样 然后它的密实度 密实度高了以后 它这个泥巴的拉力 拉力就比较强了 它拉力强了以后 它就不会断 建房子要先打地基 九宫阁营造法的第一步 要先做一块 承载作品整体的泥板底座 再在底座基础上 开始累建第一层九宫阁 那这个长方形的这个 底板就基本上就搞好了 现在呢就需要开线 横竖分三段 一 二 就是横的 竖的 竖线 把这个点标出来 然后开线 这就是九宫阁 这个四个点呢非常重要 因为这四个点呢 决定了就是我们作品能起多高 这四个点呢起到一个重心 一个就是结构支撑的作用 九宫阁每一层的制作基本相同 先从中间向外立泥坯 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浇水 而是直接用泥浆粘合缝隙 逐渐向上垒层 可以说 王忠民对泥土作用的偏爱贯彻始终 你看它这个九宫阁 它立起来以后 它有九个空间可以破 就是为了行的需要 我们把一半都去掉 掏空它都倒不了 你看它现在第一层 感觉其实就不一样了 我们要做到这么高的时候 四十公分左右的时候 就比较有冲击力了 九宫阁的层数没有限定 根据作品形态的需要 自由加减 往往层数越高 视觉效果越强 创作空间也越大 推广命中一般是 它现实中也就三层 一般我会离五层 因为里边要加我的想象部分 泥塑是个不断创作 不断寻找灵感的过程 如何在造型基础上 融入更多的想象力 最检验匠人的艺术造诣 人是想象的 都是古代的这个人物 有人 有自然 有动物在里边 它是比较完整的 就是赋予它一种自然气息 人文气息 很像从最开始的 这个下面这一块 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一种 有生土建筑的一种痕迹 再往上它就开始一年化了 线条 主线条 就是以形写实 这个线条 它在重复的过程中 它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是从上到下 它流畅的 我们做到流畅的时候 不能就是一根线到底 它有虚 有实 你包括这一块 这一块在这个里边 我就需要这一块虚 我就把洞开开 这一块你看 它形成一个虚实的对比 实就是这个里边的 这个是暗的 这个是亮的 是流通的 空气是流通的这个地方 这个里边我们透过去看 只有一点亮光 在流畅的线条勾勒中 有虚有实 仿佛在微观的幻境中 营造出让人熟悉的鲜活事物 门和窗 具有新疆民居的鲜明特点 王忠民特别注意 泥塑结构中的采光 以及空气流通 尽力地重现着民居的原貌 在这座仿真的泥塑民居中 神态各异的老人 相亲相爱的鸽子 笔直挺立的白杨树等等 不一而足 匠人仅凭简约粗放的轮廓 抽象夸张的造型 就塑造了丰富多样的生命体 从局部展开 一片原生态的村落风貌 立刻栩栩如生 王忠民同真的想象着 住在里面的鲜活生命 能享受这惬意的家园生活 我觉得还是古人的老化 一方水头养一方人 他不光养的是躯体 我觉得养恋是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古人 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智慧 但这智慧要启示我们 其实我们去回馈自然 回馈人类 回馈社会 所以这个作品整个讲的 就是一个盛典的纪念碑 一个盛典的一个过程 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痕迹 其实这都是用造型语言 以形写神的一个呈现吧 赤城的匠人 以赤色的泥塑 重现泥土的赤热记忆 一座座古民居泥塑作品 堪称一件件人类生土建筑的 微缩文物 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面素 塑造西域的民族风情 千年的采居记忆 创造出千变万化的五彩世界 每一处细节 都是匠人对记忆的极致追求 他们用指尖上的造诣 探寻文明的新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